啊 家人们 这是我的绿绿绿绿绿绿最近可高兴了 你就说家里来了一只三花女神能不高兴吗 好多粉丝宝宝都不知道我怎么突然有了一只小三花 那我就得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了 小三花也是一只流浪猫 被我养了之后就一直住在农场 小三花小时候就这么小 它还有个弟弟叫车古鲁 家里放不下了我就都养在农场了 还有你们的那只约约约它也在农场 是有好多宝宝说让我把约约接回来和绿约约同框 但是绿约约的性格你们也是知道的 绿约约是一只非常善良的小猫咪 它对任何一只小猫咪都是非常的友善 它真的就像一只卡皮巴拉一样 遇到让它害怕的东西它只会瞪圆自己的眼睛 被打了也不敢关手顶多骂两句 但是约约约它有些是真的打 你说要是把这小子接回家 那家里不得翻天了 所以约和约同框肯定是看不到了 但是过段时间就可以看到 绿绿绿的小宝宝了 现在家里有两只狗毛绿绿绿和有一趟 两只母猫小三花和尖尖 刚好这个老婆也就一人一个 非常的公平你觉得呢 哇 拜拜